哈囉大家好,我是來中華一眼 那我們今天又來到兩年前來過的地方 這裡是京城玫瑰園 那現在的時間是11月8號 那現在看的是秋季的玫瑰 那因為今年熱得比較晚 所以今天的玫瑰比較晚開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這個是它的入口處 那你要去買票 那它秋冬季的花 票價是1500塊 進來看到這裡有幾個 非常巨大的大灌木 大灌木的玫瑰 粉色的玫瑰 這個叫做 愛子公主 princess愛子公主 是個粉紅色的大灌木玫瑰 然後花型是屬於這種 小高杯型的 經典的玫瑰的樣子 那它除了玫瑰之外 它會點綴一些秋天會種的植物 比如說它現在下面種的這個 黃黃橘橘的 是雞冠花 那這個是墨西哥鼠尾草 漂亮啦 那我們先上去看一下這個 哇今天的狀況很好欸 你看看它今天這個 秋季玫瑰的狀況 喔今天真的是蜜蜜蜜蜜 就是最漂亮的時候 難怪今天來真的是太好了 不愧是金城玫瑰圓 果然還是非常的漂亮 那大家看一下 其實金城玫瑰圓 它一開始會比較偏向這個繁殖場 所以它的花的展示都是一區一區的 你也可以說它是英國整形花園的感覺 但是說起來比較像是繁殖場 那它每一區就是展示了每一種花會這樣子 每一種一樣的玫瑰它會種的五到七顆左右 然後變成一坨一坨的 這樣子看起來很漂亮 那它左邊呢是一個小山丘 小山丘上面種的是很多慢性玫瑰 那它的右邊呢有一個溫室 那溫室裡面有一些別的植物 那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 中間有一個噴泉 那來的時候最好是平日來啦 假日來會超多人的 不太漂亮 那早上來最好 但是因為今天是陰天說 選擇下午來也沒關係 這個叫薩拉薩 薩拉薩的玫瑰看起來像是一個單瓣的 然後有薔薇血統的玫瑰 但是它確實是玫瑰 它是單瓣的玫瑰 那單瓣的玫瑰 大家好像不是很喜歡 可是事實上它的花量是很大的 那看一下它這邊的玫瑰都非常的粗 它有些樹玫瑰 這個樹徑都達到10公分以上 看一下我的手 這麼大 這麼大 我的手有20公分 它這個樹頭有20公分 樹到20公分 它這個非常高 給大家看一下它多高 它這麼高大概2米 3米有吧 它的玫瑰 所以玫瑰是可以長到非常高的植物 這顆感覺也是也有混到薔薇的品種 它叫white plum 野莓吧 野莓 是個紫色的玫瑰 那中間的花心呢 是這個黃黃的 我其實很喜歡這種 跳色跳很重的玫瑰 它其實會很漂亮 很明顯很漂亮 那也是單瓣的一頭多花的樣子 那旁邊這個深色的深紅色的玫瑰 這個紅色的玫瑰 叫做紅 叫做 它叫做紅 它就是一個單字 它叫做紅 真的是很紅 非常的非常的紅 那看起來也是一頭多花的 但是大概是有點半蟲半 花瓣樹沒有很多 大概十幾半而已 看起來非常漂亮 而且花的數量也是很夠的 那這一顆是很著名的琴茵 它是一個杏色的玫瑰 不過是不是今天太熱了 它的花瓣沒有到它應該有的花瓣樹 應該要比這個花瓣樹再多一點 它是一個杏色的玫瑰 但是感覺它也是有一點點 劑瑪的毀害 一點點 沒有很明顯 像這樣子 叫琴茵 那這一顆是有點 比較像一點古典色的 它叫做 Cicoco Fio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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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ra Cico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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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ra 那這個就是 古典色的橘色 其實蠻漂亮的 它花瓣沒有很大 大概五公分到六公分左右而已 花小小的 那是一頭多花 它是一個橘性色的古典花色 這個很紅耶 這叫什麼 這個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不是很確定它是什麼 它這個紅色呢 有這個天鵝籠的質感 這個就是櫻霞 那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 一個玫瑰 它的花量非常的巨大 它叫櫻霞 你看一下它的花 非常的驚人 幾乎每一朵花頭上面都是花 然後是開滿了這種狀況 那個在我之前的影片呢 這是 痾 痾 它的牆壁中的就是這一片鷹霞 非常的漂亮 那感覺像這種花很多 都是有混到這個牆位的鞋頭 一頭多花的 花瓣沒有很多 半重半左右而已 然後 這顆叫做白色魔法 是屬於白色的玫瑰 那初開是這種檸檬粉性色 檸檬白 檸檬白的顏色 它這花的量也是頗多 白色的 從這邊再彈過去 你看這個 這花的數量超多耶 它冬天還可以 秋天的花基本上是 比春天來講 大概只有三成左右而已 但是這個量還是非常驚人 非常的漂亮 那這顆白色呢 叫做法國蕾絲 那它的白呢 裡面有一點點紫的感覺 白色蕾絲 那也是一個 算是大型灌木啦 可以找兩米左右 應該也是看起來 有點像切花品種 接下來這一群呢 這群非常漂亮 它把紫色跟紅色的 放在一起 那紅色叫做 那紅色叫做 美妮娜 紅色的這一顆花叫做 美妮娜 很紅耶 這個紅色 那看起來感覺像切花品種 單隻的形狀比較明顯 非常紅齁 很色的 拿一張切花的感覺 美妮娜 那這一種 黃杏色的話 基本上是非常 在台灣也是非常常見 就是比較好種的那一種 這個叫做 Rio Samba 里約森巴 里約森巴 它的外面是粉色 然後中間是黃色 然後是這種漸層色的 這個很漂亮 非常漂亮齁 它單花看不漂亮 但是它整面看的話 是非常漂亮齁 很靈動 因為它顏色有漸層 感覺是很動態感的齁 或者是它花量跟它的那個 感覺抗病性也是非常好齁 好巨大齁 這裡有一顆叫做 浪漫的玫瑰 那是屬於這種 有點像古典色的 那是屬於粉色嗎 粉色跟粉橘色在一起的 那是屬於一頭多花 花瓣沒有很大 大概是七公分左右而已 那花的量也是很多耶 蠻驚人的 很漂亮 像這樣子 浪漫 那這一顆呢 叫做 Red Simplicity 非常的漂亮齁 是屬於半蟲半的這個玫瑰 那花量也是很大 紅色的玫瑰 對 經典不衰啊 那這一顆呢 應該是很著名 大家都有聽過齁 叫做Integral Velbo 它是屬於這種亮紅色的玫瑰喔 非常的亮眼那種紅色 感覺是 它的紅色是從裡面冒出來光的那種顏色齁 叫做Integral Velbo 漂亮 那豬高喵可能大概是一米半而已齁 啊 信奈 如果大家要種這個 信色的玫瑰齁 非常建議種信奈 在台灣的表現也是非常好齁 信奈 那它這個花真的是有點被塞膠的齁 看這一朵 這一朵還行齁 它是屬於這種包子花 那是信色的包子花 那重點是很強健 蠻好種的齁 那這裡看 你看 它這樣狀況也是很不錯齁 叫信奈 你看 雖然說日本的環境很好 那這也是會得黑斑病齁 跟台灣一樣 那它的葉子非常油亮 看起來就是很強健 比較好種齁 好 中間我們到了中間的這個噴泉齁齁 哇 這兩邊的花礦很好耶 先逛這一邊好了 這一顆是什麼 這一顆叫做 喔這個也是Princess Ico 愛子公主齁齁 這個量種的很多 開花性真的是很好啦齁 嗯 這個粉色是什麼 看一下 這一顆粉色一頭多花的這一顆呢 叫做 早春齁齁 是一個粉嫩的顏色的花齁齁 跟玫瑰齁 長這樣子齁 很漂亮 這個 叫早春 哇它這個花量非常巨大齁 高度可以達到快三米齁 這個很適合來做花牆齁齁 就是 如果你沒有牆 但是你要做花 啊 花牆的話 它那種實體的灌木很適合 好 那這一顆叫做櫻貝 哇 這個 狀況也是非常好齁 櫻貝 貝殼的貝 櫻貝 那它的花是这种粉色的花 粉色的花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樱贝 花长这样子 很棒 它也超好的 樱贝 那中间放的呢 这就是一个放了一个温泉 那白色的这个花应该是 百冰山吗 不是很确定看一下是什么白色的花 那我觉得每个花园一定要有水景 那水景除了带来水之外 它会有水声 如果是实水的话就不太好 这个水一定要是有流动的水 然后它就会带来声音 让你的花园就是不一样 我们绕一圈 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这个白色的玫瑰很明显的 就是有蔷薇的鞋桶在里面 另外那里有一颗 深紫色的玫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Kindar Blue Kindar Blue 那它就是属于很薄的玫瑰 那是紫色的 通常这种紫色叫蓝玫瑰 Kindar Blue 那你看蓝色玫瑰的花量 跟其他颜色的玫瑰花量 这是完全不能比的 它被育种出来 就是因为它是颜色是偏蓝的 那它的花量就不是它的育种考虑的范围 然后另外这里也有一颗 另外一颗的蓝色玫瑰 这颗叫做Martini Martini 那这个就好很多了 它虽然是属于蓝紫色玫瑰 但它的花量很多 而且是一头多花的 非常的美丽 Martini 10朵好花 那这个叶片的状况看起来也是非常好 这个大家 我不知道台湾可不可以种 因为我们现在的坐标是日本 那日本的冬天是比较冷的 会有春花的作用 那台湾有一些花 基本上是种不太起来 因为太热了 我们冬天没有低温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春花 那这个Martini 这个在秋花的表现这么好 感觉在台湾也是蛮可以种的 这个真的漂亮 Martini真的漂亮 它这个 这一颗真的长得非常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每一个品种会种5到7颗 然后把它种成一区 这样子开花起来会更漂亮 那我们种玫瑰也最好是 相同的几种种在一起 那或者是同样的颜色种在一起 比较不会那么混杂 Macoron Pink 它叫做Macoron Pink Macoron Pink 是有点点类似半蟲半曼性的玫瑰 是这种花形 有点点小包但没有太包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花形 小包没有太包 好 Martita 1988年 哇 跟我一样大了 这叫Martita 是一个半蟲半的玫瑰 粉色的 粉色的玫瑰 金层玫瑰的玫瑰都是相对来讲非常牢的玫瑰 那这个就是很适合台湾种的 它叫乌拉拉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的花色有点怂 它就是这种桃红色的 不过它的圣寨就是它的花量非常好 非常好照顾 你看这颜色都有点铺掉 它就这种桃红色的 乌拉拉 这个台北玫瑰也有 是个很棒的品种 好重 那这里有一颗红的 大红色的玫瑰 那这里有个叫Plum Perfect 叫做完美的玫 完美的玫 这个非常棒 实力性非常好 顶天来长的 那花型是由这种包子型的 然后是深紫色紫红色的玫瑰 状况非常好 这个花量也很多 看一下味道 嗯 是简单的玫瑰花香 没有到很香 但还行 这个叫Perfect Plum 叫Plum Perfect 美完美的玫 这个叫Starry Sky 它这个很明显是 蔷薇鞋桶的 花是很小的这种的 细细小小的 那这个其实很适合来做边界 像这种东西都很适合 这种玫瑰也是来做边界 好了 那就是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金城玫瑰圆的秋天玫瑰 它的秋天玫瑰 大概是10月底到11月中 那这个玫瑰 嗯 没有春天那么漂亮 但是以日本的状况来讲 还是非常好 比台湾好一点点 好 那台湾的 比较好的时候是一只 冬天的玫瑰 还有春天的玫瑰 好 我是爱中华燕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分享 给你所有爱中华的好朋友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